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鸡蛋三明治,麻烦了 店主接过吐司 熟练的将鸡蛋切碎 拌上沙拉酱 做成小块三明治端了上来 中导一边看书 一边吃三明治 猛然抬头发现 丽莎正盯着自己的三明治 当即将三明治推过去 与她一起分享 一周后 丽莎也学着中导的样子 提出吐司 要店主帮忙做鸡蛋三明治 说那天在这吃了三明治后 很顺利找到了工作 觉得吃了鸡蛋三明治 会很早运 店主话里有话的说 只是鸡蛋三明治有 文言丽莎休闹的问起了中导 老板笑着说 他马上就来了 果然话必 中导就推开了门 丽莎忙端起三明治 请中导吃 中导一挣 摘掉手套 拿了一块便匆匆出门 继续送报 听说中导送完报纸 还会过来 丽莎很开心 一旁目睹了这一幕的眼睛 不由笑起来 之后讲给了其他客人听 后来中导也来了 丽莎把三明治分成两份 两人一起吃 真的很甜蜜 一位客人感叹道 中导很辛苦的 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开始准备 三点半出发 六点半开始投送报纸 然后赶去大学上课 一边与睡魔斗争 一边学习 下课后 又开始准备晚报的投送 即使有同学邀请 也无法去交朋友 送完报纸 根本没时间休息 马上又得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报纸 这一天 丽莎到学校找中导告白 期间有同学认出了明星丽莎 兴奋地与她握手 中导见状 弱弱地告诉丽莎 我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 我们太不一样了 说完 自卑的她便扔下丽莎走远了 事后中导有些后悔 发消息给丽莎 想与她再见一面 丽莎看到消息后 将电话打过去 中导却因送报错过了电话 不久 娱乐杂志登出了丽莎与社长秘密约会的新闻 小店客人们一阵唏嘘 看到中导进门喝闷酒 梅干小姐大声骂道 你真没用 如果那么喜欢 就去把她抢回来 中导听后深受触动 骑上车赶往丽莎所在的大厦 她发消息告诉丽莎 自己现在迫切想见她 想告诉她一些事 但来到大厦门口 听到庞人谈论 丽莎已与未婚夫在认真交往后 再一次退缩了 带丽莎走出大厦时 中导早已不见了宗友 几天后 丽莎再次来到小店 中导像初遇那天一样 与她一起分享着自己的三明治 但丽莎没吃两口 便突然接到电话 被叫了回去 临走前 她郑重向中导道了再见 中导觉得丽莎事故 最终还是选择了有钱人 店主却说 丽莎曾宜人来过 丽莎告诉店主 与中导在一起 总感觉看不见未来 社长人很好 我却不喜欢 所以才向中导坦白 可一直没等到中导的决定 店主语重心诚的说 丽莎有好好地说了再见 曾被那样一个女孩子喜欢 不是应该很骄傲吗 听吧 中导呜呜地哭了 而后又像陀螺一样 继续开始忙碌的一天 鸡蛋三明治的做法 先把鸡蛋适当切碎 再放入蛋黄酱搅拌均匀 最后放点盐和胡椒 和在一起 抹在吐司上 切块就可以了 第八话 酱油炒面 这个女孩经常和夜晚的风一起来 每次只点酱油炒面 外加一个金荷包蛋 一次女孩离开时 正巧与长客胖胖 盖头打了个照面 而后 胖胖与盖头立即跑进小店问店主 刚才出现的女孩是不是轮子 以前的偶像歌手 还演了很多灯红电影和电视剧 店主一头雾水 灵叔叔确实感觉有点面熟 当得知女孩点的是酱油炒面 加荷包蛋后 胖胖盖头兴奋的说 是他 错不了 随即爆出了轮子的生日 等一系列个人资料 敢将两人是轮子的铁杆粉丝 一直把轮子视为女神 说着拿起筷子 连唱带跳 扬演起轮子的代表曲目 讨厌男生都感光 两人唱完却哭了 因为他们觉得 轮子的身世太过可悲 虽然轮子现在看起来很好 小时却吃了不少苦 据说父亲留下一大笔欠在后 便失踪了 一直到出道前 轮子都过得很艰辛 一个月后 轮子又来小店吃饭 照例点了酱油炒面 加金荷包蛋 看起来你很喜欢这个呀 因为从小经常吃 轮子淡淡的说 此刻店主被轮子 略带忧郁的错联所吸引 好像也成为了他的粉丝 一天一个乞丐模样的老人 找到小店 将店主丢失的钱包 交还给店主 店主拿出钱想酬谢老人 老人却死活不收 店主觉得过意不去 请老人进来吃早饭 老人仍说不用 咕咕叫的肚子 却把老人出卖了 吃饭时 老人某然看到电视上 轮子的新闻 立即带着眼睛站了起来 轮子是个很好的孩子 偶尔会来我店里吃饭 昨晚还来了 但他只点一种 酱油炒面加荷包蛋 老人听后告诉店主 酱油炒面 如果加上四万十川的青海苔 会更好吃 下次他来时 就这样给他做吧 记住一定要四万十川的哦 最近轮子在拍一部电影 讲的是女儿小时 被父亲抛弃 长大后 女儿原谅父亲的故事 但轮子把导演喊停好几次 怎么也演不好 压力深大 来吃饭时 与店主了解了自己的烦恼 电影讲的是 父亲对曾经抛弃的女儿 说对不起 最后女儿原谅父亲 父女俩兵士前线的故事 明明被抛弃了 却没有怨恨 最后还对父亲说谢谢 若是我再见的父亲 真的也能这样吗 能说得出吗 你恨你爸爸吗 店主问 轮子想了想回答 不知道 这是酱油炒面做好了 当轮子看到 荷包在外圈撒着海苔时 整个人都呆住了 店主轻道 有人这么教我的 说酱油炒面 撒上四万十川的青海苔 就会更香 轮子哽咽地用筷子 搅拌着炒面 大口吃了起来 店主继续道 教我的人 也是你的粉丝呢 轮子激动地点点头 突然意起了小事 父亲给自己做酱油炒面的情景 后来 轮子终于真情诠释了 女儿原谅父亲的电影 轮子父亲 在电影院看到这部戏时 激动地站起来 老泪纵横用手 做着胜利的手势 从那以后 轮子作为艺人 在电影街更加光彩夺目 也更加活跃了 听说还要接拍一部外国电影 如今轮子父亲 依旧会把女儿获奖的新闻 剪下来 认真收藏 而不管工作有多忙 轮子还是时常和外面的晚风一起 走进深夜食堂 但现在他会笑着说 酱油炒面 加上荷包蛋和四万十斩的青海苔 这里有个酱油炒面的建议 面在炒至之前 先在热水里焯一下 这样可以洗澡多余的油脂 面的味道也会更加温和 酱油也会更容易入味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就算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线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还有别忘记转发哟